虽然LCD屏可以显示千万种颜色,但是它内部发光源只有一种颜色,它只能发出白光。 那么人们是如何让这一种光变换成千万种颜色呢? 人们采用了一种叫做液晶的材料,它可以控制电压的大小,去控制透过光的多少, 让LCD的背光层透过液晶,这样我们就能够控制透过光的多少了。 LCD就是液晶显示屏的首字母缩写。 但这并不能构成我们看到的彩色图像。 所以在加入液晶层的同时,还需要给它加入带颜色的透光膜,这样就能显示不同的红色, 一般可以显示256种红色,通过控制每一块液晶面板,然后再加上红绿蓝三种颜色的透光膜膜, 这样就构成了屏幕上的一个像素。 每一种颜色有256种亮度,三种颜色组合在一起就能显示1600万色。 LCD屏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,因为背光层是全部点亮的,不能控制某一个像素上的背光层, 而液晶层又不能完全关闭,所以在显示黑色的时候会有漏光。 它最大的优势是没有屏闪,因为它是通过电压大小调节亮度的。 就像这样子,变化比较缓和,没有突变,所以长时间盯着LCD也没有眼睛不舒服的现象。 相比LCD,OLED屏幕原理要简单很多,它的颜色是由单个LED灯直接控制的, 不需要借助夜间和透光膜膜,所以它可以做得更薄,厚度可以做到LCD屏幕的三分之一。 还具有弯曲的特性,由于每一个LED都是可以单独开关的, 在显示黑色的时候可以直接关闭LED,这样就能显示纯净的黑色了。 可以看一下在显示纯黑的时候,两种屏幕的不同表现。 这时候暗黑模式就发挥出了OLED的优势。 如果我们想要显示时间,OLED屏只需要点亮某一区域的LED, 而LCD屏的背光板需要全部点亮。 由于OLED不需要液晶层这些,而是直接发光。 所以OLED在显示上会更加绚丽。 相比LCD,OLED优势是显而易见的,但有一点是比不了LCD的。 那就是OLED的调光方式是开关调节。 它通过频繁的开关LED灯去调节亮度,每秒钟开关次数可以达到几百次。 人眼虽然注意不到这个变化,但时间长了有的人的眼睛会非常难受。